上次我们好像这个UPC啊 条码要不要钱的这个问题 这跟大家说一下 在独立站的话 它这个规则也是一直在变的 就是现在来讲呢 就是在Shopify后台 那个SKU是你自己来定的 对吧 你那个每个产品的SKU 你自己来定 那像UPC其他的一些东西 他一般来讲 那个是做亚马逊是必须的 然后你要这些单子 它应该是每一个产品 就是比如它在世界上 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组织 它会告诉你说 你去他那购买 但是呢 在我们做独立站的时候 现在并不需要 并不需要 你跟那个就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如果有同学说 我要做那个亚马逊 我怎么办 那我们在亚马逊的课里会提到 那么一种你可以是专门去 这个网上的这个 这种机构 因为它也是一个商业机构 然后它来卖这个码 然后我记得当时 给客户买的是 一百多块钱吧 然后买了几百个吧 几百个那个号 就可以够用很长时间 然后呢也有 之前有同学说 说可以在淘宝上买 然后这个我们是知道的 就是当时还比较贵的 因为前几年疫情期间 亚马逊特别火嘛 那个时候一个淘宝上的 UPC号能卖到五毛钱人民币 现在大概差不多一毛到三毛 那天那个还让四凡老师 专门给去找了一下 好像看看有没有那个截屏 要有的话 可以给大家发在群里 但是那个呢 相对来讲 它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它那种便宜的 往往是那种 就是之前的 就是废的号 或者用过的号 就是它也可能 就是我现在还是说 你做亚马逊的时候 有可能 你做亚马逊的时候 它有可能 这个UPC号管用 但是也有可能 它就没用 它这里 在淘宝上购买的这些 它是有风险的 还有呢 就是我们做独立站 目前是不需要的 所以这点跟大家就是明确的说一下 还有呢 像有同学这个问到这个物流海关的问题 还是说如果我从中国进的货 然后我又不想让这个 我要卖到加拿大 但是我又不想让加拿大的这个客户知道 我是从中国进的货 这个呢 如果完全想避免呢 你可以把这个产品先到加拿大 然后你给它改包装 因为通常来讲 它如果上面它的说明书和包装上有中文 它一看也就是中文的 那除非就是说 它产品上本身没有印的中文字 或者是Made in China 那然后你再给它稍微改一下包装 就是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两年 然后就是 尤其是美国吧 对中国的这个产品 就是它有一些那个 就是 就是 堵爱吧 他们呢 还有一种常见的方法 就是它不写Made in China 它写那个Made in PRC 就是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对对 它写那个PRC 然后还有呢 为什么这几年很多的这个 就是贸易转向了东南亚 其实他们是把那个产品 先卖到东南亚 东南亚那边重新包装 然后再卖给那个欧美 所以这也是一种方法 还有更多的 做Shopify电商 以及海外互联网营销的技巧和方法 我们会在美东时间 每周六晚八点的直播课里 为大家免费分享 想学习更多的跨境电商知识 欢迎登陆我们的网站 chewietraining.com 和我们公司的网站 chewietraining.com 谢谢大家